字幕作词 字幕 李宗盛 喂 又是月美 喂 借一部电脑来 等我自己交予月费先 来 没问题 拿去 欢迎大家新的风 人软 我是比亚 我是Johnny 大家好 我们搞网聚啦 那大家都聊得很开心啊 那个晚上 是啊 那就是 那么难得我们这个节目都 迟了个三年 是啊 就是 都没想过开始的时候 对现在 没想过 交不来 那时候是一五年 即雨晒之后 就是几个月了 就突然间有谈这些事情就搞 那就搞了 搞下搞到现在 不过说真的 其实开始是想 讲多些政治的那些东西 是 因为那时候很热 现在越来越淡 我们就讲多一些 就是没有那么政治敏感的东西 就是讲回我们的专场 就是讲回我们的专场 是啊 也很偶然的令到这个节目的方向 去到一个比较资讯性的方向 是啊 少了一些狗屁的成分 资讯性 还有看其他媒体 很难看到的 因为很多时候 其他媒体 就是要找食 是啊 要有一些 catchy的东西 catchy的东西 是啊 有一些标题党 不不不不不 我们的标题是标题党 只是 但我们的内容有料 哈哈 是不是 但是呢 因为他们在找食 所以他们很难聘到一些 一些可能 比较有份量的专业人士上去写 是啊 就算那些专业人士写 都很难 淺白地写 就算有写 但是呢 有时其实说真的 你去到那个位置 有很多专业知识 你在那个专业的范畴 圈子里打滚很久 是啊 你会不懂得 用一些雷文的词 去调回你的专专 是啊 是啊 这件事是很普通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看一些媒体 要么 那些什么 那些叫 懒人包到 太过淺白 要么 就太过深厚 看不明白 寻得很沉悶 是啊 其实我都很疑疑 那些记者 他们 多数记者是什么 什么学历背景 就是说真的 如果记者没有science背景的话 他要寫一些science之类的题 或者理科那边的题 其实不容易 其实不是的 你不一定有什么背景的 只要他那个人肯去学 就什么 但是很多是有很多背景 要建立的 就是你至少有少少 基本的知识 才可以 是啊 那你读 现在的管理系 那些人 多数都没有 这样的知识 所以 很难 很难去 现在的传媒 看到这些 就是说真的 一些科学的研究 出来了 嗯 他们最原本的 就是假设他们 不是抄外国媒体的 那些 多数都是抄外国媒体 其实也是 其实也是 就是 不是还要抄得慢 也不怪他们 你知道最大的抄得慢 也不怪他们 因为始终很多 他都设计了 是路透社 是法新社 之类的 但是 假设 如果你是一个记者 你刚刚找到 新鲜滚烈的 一些研究 然后你就走去 上去报道 其实你就这样看 你是很难看得懂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他自己也看不明白 他的报社的人也看不明白 所以 作评出来 所以写了一些东西 他不明白 没有人明白 所以就报了出来 他想着你那些讀者也不明白 就是我们这些人 所以 Fact check他们 就是 就是常常被人笑的 是常被人笑 你看那些 Facebook page 什么新闻 什么新闻 那个Pedro 经常在笑 平安日报 不是 不只是平安日报 就是笑很多报纸 全世界都有 就是传媒的 全世界都有 就是很多这些 所以听回我们 就是第一手 最新消息 真的 是啊 而且 我们的朋友圈子 也是很多 尊业人士 是啊 是啊 因为我们 怎样都会 哎 差点说 我们也有些 都是大学生 都是大学生 都是 挺厉害的大学生 就是都是at least 就是 有很多都是 有 就是gradual degree 就是master 那些 或者general degree 或者professional degree 所以其实 说真的 我们是 很多时候 就是和朋友圈子 我们都是谈多这些 嗯 所以其实说一些 我们反而就很 很舒服 是啊 OK 那么 最近呢 又 在这个 学术圈子里面 是啊 又有一场 风风雨雨 是啊 那是谁呢 又是我们 又是好朋友 好朋友 Jordan Peterson Jordan Peterson 你知不知道他3月5日 在Queens 有个tot 是啊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搶飞 不是 搶飞一定 OK 那我们稍后会讲 为什么要搶飞 第二个就是那些人呢 去organize 那个游行 去示威 哈哈哈 哈哈 又有个叫做什么 反对Peterson 大圆盟 你知道什么 OK 一定有这些人 是啊 应该有很多 但是你比看他多的那些人呢 或者我们之前也说过 他在patreon上的收入是 是倍数的增加 过去那年 之前每月十多万 现在跌了 都六万多 每个月 每个月六万多 加纸 是啊 应该不是加纸 可能是美金 美金 还真的 是啊 你一个月六万多 那些人会养你 就是你 你没有可能一个人 就是你没有可能几个人 或者一个小部分人 给到六万 六万 就是basically 代表他有很多支持者 是啊 很多肯付钱的支持者 其实呢 如果大家有看他YouTube Patreon看不到 要付钱 要付钱 当然 但是如果你在YouTube 有看过他的片 他的片 是极之学术性的 是啊 他的片 是说很多 就是他有一个是说 有一个session 就是series 他说mythology 就是religion 和mythology symbolism 那他是基督徒来的 是的 就是他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他就拿了很多 就是可能是中古时期的 一些symbol 一些画 画像 就是说 这些画像里面的symbol 代表什么呢 就是通常是上帝 就是在云上面 是 就是美国 美国的一元 一元 美金一元 就是眼 就是眼 神之眼 在金字塔上面 就是这些代表什么呢 就是 跟人类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人类的宗教 信仰 一些心理学的东西 就是这些很学术性的 是讲得很深入的 但是那些片子很多人看的 是 还有很多人看完之后就说 因为其实呢 我看过一条片 就是不知道他自己上帝 他也有很多其他fans 帮他上帝 就是可能 他的lecture 可能他自己上帝 就上帝了一个多两个钟 是的 那些fans就帮他剪了 就是几分钟的片 就是重点的 那很多就是clickbait 就是很多就是说 哦 Johnson Peterson 如何看这个 哦 不要太胆 就是John Peterson 如何看illuminati 是的 光明会 就是如何看光明会 里面其实不是说光明会的 只不过是说 那个全之眼 那个三角形 但是呢 那些人click了他去看 有些comment 就会说 哦 搞错 他都不是讲illuminati 就是 他们说 我看头几分钟的时候 就觉得 他都不是讲illuminati 然后越看越看 就越有兴趣 然后他的最后 竟然enrich了他们的知识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testimony 就是有很多comment 都这么说 那为什么突然想说回他呢 其实有几个原因 一来就是他一月的时候有个interview 是 Cathy Newman 是Cathy Newman 是Cathy Newman 是Chanel 4 不是Chanel 4 不是Chanel 4 是Chanel 4 是Chanel 4 就有个访问 那个都有很多回响 是Chanel 4 就是他的粉丝和反对者 是Chanel 4 是Chanel 4 就是在public大众 其实有很多回响 是Chanel 4 一直都讲到现在 是Chanel 4 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最近不知为什么 不停看很多他的片 OK 就是click了一条 然后还挺多看的 你一直看很多关于他的片 关于他自己说话 还有很多关于别人说他的片 嗯 那我就看一条看一条 这又说得挺对 我又有多make sense 然后其他人解释他说的 有make sense 嗯 那就越来越多 嗯 不过我们说回这个 不是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出了一本书 对啊 对啊 所以有这么多宣传 是啊 其实他是特意的 哈哈哈哈 就是 哇 他真的很懂得玩心理 哈 你说真的 你要做到每个月 有人给他绿皮的东西 他真的有他的方法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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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也玩这个 玩这个 social meal 玩得很好玩 对啊 之前我也说过了 不再多看了 那这次其实说 其实我也想说回 综合了我看了这么多片 都是如何评价这个人 如何评价这个人 如何评价他的说话 他的反响 甚至可能他所说的一些内容 就是根据我自己淺白很简陋的一些的 interpretation 那我都不敢说自己明白他说的东西的意思 其实就是阿飞 你刚才所说的他说这个符号那些片 我当时我都没看过 是ok的 给大家看一下 是ok的 是ok的 就是说回他的interview 那interview是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说这个性别的问题 就是性别两性 两性关系 两性平等 这样 那这个 就是 Cathy Newman 就是那个记者 就是那个场景就是他两个坐在那里 是 就是那个记者在问他很多东西 那基本上就是问他 你觉不觉到现在这个gender gap 就是gender pay gap的一个问题 又说你觉得是不是 就是你是不是觉得这个 就是你是不是说这个问题 就是他 basically他用那个口文的方法就是 so you're saying 这些是hostile interview 是的 就是有敌意 我不可以肯定他是特意有敌意 还是特意做到气氛 但是总之 当然一定是做到气氛 那是传媒 是的 但是那个气氛 那时的气氛就是敌意的 就是想刁难这个Jordan Peterson的 这个interview 是的 就是那个记者就 其实他之后也有说回 Jon Peterson 在之后有一个 回到加拿大的一个电台的访问 他也有问回 那时候的interview很大会响 你自己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反应 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回应 那他也说 其实那时候进去 就是我在化妆间 跟那个记者 是 就是有少少chit chat 就是说两句 然后交易一些greetings 那之后 大家都没什么怎么说话的 那就是化妆加粉 那之后就出去了那棚 那里 那其实录音机之前 他两个都是 就是叫做有聊有聊 那之后他发觉录音机之后 那个记者是转了另一个人 就是他说的话 开始很锐利 对啊 就是 对啊 就是说你是不是认为 那个女人就是没用 就是特意做出来 对啊 就是他就是 之后 Joyal Peterson就说 就是他那一刻 就突然间明白了 是什么回事 就是做戏 他就将他那个 那个alertness 那个警觉性 就立刻提高 就开始回应他那些 针锋相对的问题 嗯 很稻草人的方法去批评他 嗯 就是他其实真的讲了很多 你可不可以解释 什么叫做戏草人的方法 他 基本上他讲了很多问题 就是在这里 就是他开始 就是他 他问很多问题 其实是一个反问句来的 就是他说 so you're saying 什么什么 就是 那你是不是真的说 这种这种东西 他明事 就是明表面上 就好像想 clarify 我说你是不是这种意思 但是实际上 他所clarify的那种东西 其实就不是 Joyal Peterson所说的 就是扭曲的东西 扭曲了他的想法 就是扭曲了他的想法 再反问回他 嗯 令到他 就是 开始要 就是一个 在辩论上 没有那么有经验的人 或者没有那么强的人 就可能会被他折一折 因为他就会想去 就会令到他觉得 好像自己的想法扭曲了 甚至跟着别人的思路去走 就是别人说你这样 你突然间觉得自己都是这样 然后去抵抗这个 其实他是想你去抵抗这个 这样的说法 但是这样他已经 在背后已经代表了 他把这个说法 塞了入你的口中 当是你讲了出来 然后你自己 要迫你抵抗这个东西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就是说 譬如什么呢 就是说 Petersen在 인터뷰上说 这个 这个 是 一些人回应的 其实 Cartine Newman在后 他的推特里 他自行推特里 很多留言 都是用回他的这句 然后去承计 例如他可能说了一句 三文字很好吃 或是這個Turkey Sandwich很好吃 例如我女士善客說 他的comment就會說 Oh so he's saying vegan should go to hell 我沒有 他會說那就是別的sandwich不好吃 之類的 更加更加進一步 因為其實他有很多這些 他所問Joyne Payson的一些反問的問題 很多都是根本不是他所說的 然後就令到Joyne Payson說 其實那一刻他就突然間 他明白到要提高警惕性 然後其實他的回應很簡單 他的回應就是 當你想我去Defend你Defend我那樣東西的時候 我就不Defend 而我是跟你說我根本就不是說這件事 我沒有需要Defend這件事 因為這根本不是我的想法 然後這件事就一直持續了整個interview 有些人看到就可能覺得 就是很一面倒 但是如果你是粉絲就會覺得很一面倒 很棒 很棒 其實很好看 因為他真的是很靈活地去回應他每個問題 而且他真的是坐在那裡 對著你那個人是害怕的 反而害怕你 就是覺得你好像很有信心 對 如果你是好戲那麼錯 你也保持好戲那麼錯 你自己也覺得有信心 或者是跳手或者是跳腳 這樣 你令到對方的感覺是更加緊張的 還有你令到自己也是 所以就是 梳洛菲是催眠自己 令到你自己覺得 這個情況其實是很好的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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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叫他 可以的 你可不可以回答第一條問題 就是他慢慢的 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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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條去擊破 是嗎 即是就算他不擊破他 逐條反駁他 也都是令到 即是他想一時面倒閉 他也想你回答 他想你在觀眾裡面 反而不覺得是一個很不懂得處理的人 或者是一個很縮起來你就口疾瓦 令到你有這樣的形象 因為其實在電視上你不會有做到什麼很好的 就是argument上的delivery 應該可能是直播的 就是你在電視上那幾十分鐘 那二十多分鐘你不會很容易convince到電視機的人 但是如果你做這些很表面的事情 令到他覺得好像很口疾 答不到你的問題 你觀眾就會覺得他沒有了道 所以argument上的一個很好的反應就是他逐一條逐一條逐一條逐點反駁 你剪掉我的答案就是你的事 但起碼我是由第一條問題開始回答你 令到人們覺得他真的懂得回答 只不過是你這麼低的問題他都要時間回答 就是這樣的一個現象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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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有一個很興趣的 也有很多人說 就是Cartie Newman 她問了他一條問題 就是問他 你覺得你們可能對一些女性或者一些性小眾 就是說你們的一些所謂的freedom of speech 因為其實Donald Pearson他有一個很大的討論 他一向自己很體重的就是freedom of speech 就是這個社會容許你用任何的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是 而那樣東西是不會被任何人 不會受這個政府所克制的 嗯 那因為其實就是之前很久之前 當Person開始出名的時候 其實都是因為他不肯去用那些gender neutral pronoun 是 2016案 那時候我們也有說 那時候我們也有說 哇很多錢 好像 是啊 就是他都令到他 就是大學又被警告他 被警告信 那些學生又什麼 又在那裡 rally against他 就是他有很多的示威 想去判斷他 那他就是一個freedom of speech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而那個Gathleen Neumann就問他 喂 那你覺得 你的right to your freedom of speech 你有這個言論自由的這個權利 是不是大於其他人不受offense的權利 就是大於其他人不受offense的權利 就是什麼 不受 不受 不受冒犯 不受冒犯的權利 這樣 就是他在說這件事情 就是是不是你的言論自由 就可以帶一條道理去冒犯其他人 那接著之後 這個經典 他真的是經典的 就是流傳萬世 就是說 喂 我覺得 如果你要有言論自由的話 如果你是想要說真話的話 你就要 risk 就是你要沒有這個 是冒犯到人的風險 就像你這樣說 你說的話現在很冒犯到我 令到我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It's making me rather uncomfortable 你知道嗎 Why do you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就是為什麼你有這個權利是冒犯我呢 而我不可以做不同 那你現在令到我很不舒服 那他之後就 就是他沒有聲音出來 出不了 但其實他的點是 他的點很明顯 就是他之後再說回 就是因為你說真的 你所說的話 你無論怎樣 你都不可以 不可以保證你說話是冒犯出來的 甚至如果你真的要說真話的話 你一定要冒犯到人的風險 而這件事是 perfectly acceptable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你是不可以有一個 很有意思 或者很真實的一個 一個很truthful的辯論 他就這樣說 他就這樣說 他不是說 那個記者令到他不舒服 這件事是一個錯 而是他就說 既然你都可以 有權利令到我不舒服 為什麼我不可以 為了言論自由的緣故 而沒有一個令人不舒服的風險 是 這樣吧 這個 topic 其實是 肉霸不能 休息一會 好 回到風險院第二節 我們今集繼續說Jordan Peterson 剛才說了他一個 在英國Channel 4的訪問 那個逐點反駁 他表現了很多辯論技巧 我們先說回上一節最尾講 我們說他就是KO了Kathy Newman 是因為 也是 是KO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說 為什麼你說我在冒犯人 你說我的言論自由冒犯人 但是你現在在冒犯我 這個邏輯 其實對於左膠來說 他們的想法來說是死症 就是好像他會 因為他們說的所有 point 基本上所有 point 都是這個邏輯 都是這個邏輯 就是我可以對你做一些事 但是你不可以對我做一些事 就是好像 他會說 你跟別人說Merry Christmas 你冒犯我 你不可以說Merry Christmas 你要說Happy Holiday 但是 他說Happy Holiday 你叫我Happy Holiday 其實是冒犯我 是的 如果一些很宗教的 一些很虔誠的 宗教人士 你跟他說Happy Holiday 反而是冒犯他 是的 但是他又不可以 告你冒犯他 但是如果他跟你說Merry Christmas 你又可以告他冒犯你 是的 這些完全是逆向歧視 是的 很明顯 然後當然他就會說 你什麼 宗教是 他會跟你說 宗教充滿壓迫 是的 這個邪教 邪教壓迫多少人 一個不平等的本身 一個status 去說這件事 你當然不可以用平等的尺 去量度兩方面 即是你既然一方面 即是一方面是白人至上的 一方面是一個白人在說話 他說的話就是一個 代表男性權利的東西 代表保守思想 保守父權 代表這個宗教的遺留 宗教霸權 你就沒有資格去說一些話 但是我們小眾 完全受壓迫的那些 他們是不是受壓迫都不是 即是 都可以倒閉 其實很搞笑的 我們受壓迫的人 我們喜歡什麼都可以 這些SJW 很大部分都是白人來的 其實Kathleenman最後 她也有說到 即是她也有說到 用類似的議題 她也說 但是你是自願走進來 這個攝影朋友 讓我去冒犯你 但是其他人 他們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沒有浴槽真板上 他們不肯 即是她也用回這些 的議題 他們是小眾 他們是受害者 但是 即是剛才也說到 其實很多的所謂受害者 即是一來都是 SJW 即很多都是白人 同時也有很多 所謂性小眾 其實是支持JJW 很多都是有記訊給她 譬如說支持她的觀點 是 很多一些 racial minority 都很支持JJW 其實很多這些 根本跟 你是不是性小 即是這個小眾 其實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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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小眾 你是受害者 不代表你說的話 真的對 不代表你就可以 用你這個 就是 minority 的privilege 去冒犯其他人 即是大家都是 Mutual 大家都是 人人都是平等 是 你不可以就是 因為你所謂的 那個Race 或者你那個 Group 受到什麼所謂的 就是欺壓 代表你說的話 就可以 trump over 其他人說的話 其實John Peterson 亦都用一個 一件事 去形容這個 極左 現在極左的人 就是說什麼 就是他們 標籤 標籤化的政治 就是他這樣 我英文忘了是怎樣 總之他 你看到左膠很喜歡怎樣 雖然左膠是標籤 但是左膠很喜歡 就是把一些 他們 就是不認同他們的人 就把他打一排 打一排之後 就給他一個標籤 他說他極有 是吧 就是我們 我們 我們明左膠 其實都知道他們 有很多範疇 是 就是有真的左翼 真的左翼 不是左膠的 你們有政治的民主 香港的民主派 左膠 又有性別 什麼歧視 那些左膠 是 然後又有 不吃肉的左膠 很多這些 但是對於那些人士來說 所有不認同他們的人 就說你有了 是 就說你白人 其實我們這樣說 都很普通的 既然他們對這樣說 我們都沒有所謂 但是你明白嗎 我們可以分得出 什麼叫左膠 什麼叫左翼 什麼叫什麼叫做 但是他們 所有不是他們的人 他們就會 很多都是太沉醉於 自己那套theory 那套是 他們所謂的 他們的學術圈子 就是他們說自己很學術 他們自己拋terms 又拋什麼 新自由主義 我們要快點說 他們的學術圈子有多浪費 Nio Marxist 我們要快點說 他們的學術圈子有多浪費 Nio Nasi 又說你Nasi 很多這些 其實John Peterson 之前有一個演說 忘記了 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我在YouTube看到他的Clip 他自己說 他就說現在改變 因為現在大學很多 都養了左膠 都養了這些所謂的學者 但是其實他對於學術界 沒有公平 就是他有很多theory 但是那些theory 根本是不會延伸到 那個學術的那個範疇 因為他講的東西 根本上是 為什麼這樣講呢 就是因為他裡面有很多paper 就是他寫那些人民學科 很多一些人民學科 他們寫的paper 是完全沒有人看的 為什麼沒有人看呢 就是怎樣知道沒有人看呢 就是他們沒有citation 沒有人翻譯他們的paper 80% 80%他們寫的東西 是沒有人翻譯的 這個問題 如果不是在學術界 你可能想像不到的很嚴重 但是 如果你是一個學術界人士 你所寫的東西 你所研究的東西 其實不是你自己一個人的詞 假設在學術界 學術界為什麼是可以 製造新的知識出來呢 就是因為 是不斷的build on 前人的一些理論 不斷的build on 前人的一些discovery 一些的發言 就是拿回很簡單的 科學 我們最熟的科學 我們講的 一份paper下面 十幾二十個citation 是最minimum 我們也見過百幾個citation 他根本上講的每一句說話 都一定要有citation back up 是 而那些citation 就是在講其他人的研究 其他人的研究 發現了這件事 他拿回這件事來講 就是說 既然 那條色 基於這件事 基於這件事 基於細胞 會有這樣的 這個 做了什麼 反應 基於這件事 我們就可以 考慮它之後 可能會有什麼 其他的效果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 基於前一件事 基於前一件事 才是 才是 contribute to 這個 學術界 但是 很多人文學科 寫完的東西 是沒有人看的 沒有人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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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說的 根本是 沒有人看的 其實根本是 自己看 自己扔掉它 在那裡 訓練自己 打自己 拿分定 拿分定 我寫了 我一年內 寫了百多份 paper 過去一年 寫了百多份 paper 是不是很值得 先分給我們 但是我看到 眼睛都光亮了 哇這個很棒 這個很棒 但是沒有人看的 其實他很認同 現在打學 已經變了質 就是一個工廠 他也有說過 工廠 還有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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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動物園 就是 圍內 自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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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在那裡 你自己寫 paper 給旁邊的問題 就是 還有他說 一個最好的 他可能不知道 半講笑 我真的 他說現在最好的方法 去解決問題 就是打分定 你剪掉它 四分之一 如果剩下的那些 就讓那些地方自己爭 那大學就會 開始要真的 用腦子想想 究竟那些錢 是給誰最好的呢 因為說真的 很多他們現在的錢 你給了一邊 你另一邊 就給不了了 那如果一邊 他真的 可能理科那邊 就是我不是說 所有文科都是差的 就是文科 都有一些好的文科 就是都有一些 不是說好的文科 有些好的文科 有些好的文科的學者 他們做很多研究 都是真的可以 延遲到他們的知識 但是也是很多 在那裡 濫於充塑的 在他裏面 唯一寫 那些 paper 沒人看 那些呢 其實就 如果你要爭 那大學 可能就會開始 用腦子想想 那些錢是給 一些有 production 就是有 productivity 的那些人 那些研究 還是給一些 沒什麼價值的人民研究 還有呢 大學很多時候 就想起這些 去折磨學生 但是對於 尤其是理科 就是WFC 對於學生的理解 對於學生的 將來就業的幫助 完全沒有 那也不要說就業 始終我都覺得大學 是知識盟雅的地方 但是對於學生的理解 沒有幫助之餘 他對於也沒有幫助 對 你不會令到學生 對於這個 就是 他的知識 不會令到他 成為一個更加 更加有 更加 enriching的一個人 是啊 他只不過是 說一些 他只不過是學生 有些達成的 他只不過想會做一些事情 是去交了課 但是其實對於沒有幫助 然後就去迷還學生 是啊 所以其實他們很多事情 都沒有真正的學術上的 一些結果出來 就是在那裡吃錢 而那些錢 大學很多錢都是納稅人給的 其實他們在吃你的錢 去做一些沒有用的事情 讓一群沒有用的人 是啊 即是沒有用 我不是說 他們的課是沒有意思的 我也是說 我也是要打回頭盔 就是說 那些是沒有人塞的 paper 沒有人塞的 paper 跟廢紙一張是沒有分別的 對不對 你根本是不 contribute to 那個circle of knowledge 是不是 其實還有 做了很多其他問題 例如 那些 令到很多學生 去負債 這個問題 另外就是 蓋了很多大學生出來 但其實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 那這個也是一個 經濟社會問題 我們U of T的學生 他們給很多學費 其實很多都是去了staff那裡 staff很多的那些 那些researcher 其實他們本身做了很多研究 那如果那些研究是沒有用的話 其實那些錢是浪費的 對不對 嗯 我們有些時間 我們講一下 他有一本新書 哦 是啊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為什麼最近他這麼熱 就是因為他現在也有一本新書出了 其實都是上個月星出的 是呀 出了不久了 是 那 循迴演講的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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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這本書叫什麼呢 叫Trail Rules of Life 就是人生的十二個 人生的 十二個規則 是啊 那麼 Antidote to Chaos 嗯 那 他其實說什麼呢 其實這本是一本 當然有很多心理學的東西 但其實他專門包裝到一本 是self-have的書 嗯 self-have的書 那他這個 就是看起來好像工具書 工具書 工具書 我看到這些我都不會可以看的 是啊 多數我看到這些書 我都會反救 就是五個令你快樂的方法 那些 那些白癡文 我一看到就馬上掉了 那些是content farm集完一程 是啊 但是這本就很有趣 就是他講一些東西 一看我會 不是啊 但是呢 你想一想一層 其實Jonathan Peterson 他現在 就是他不是反其道而行 就是有些人說他要復古的 但是他其實是分析的問題 然後說一些比較有和緒的東西 是啊 當然他是講得很深入 其實他的本書 他講得很深入之餘 他亦都是講很多 就是一些很 就是可能是講一些很簡單的principle 但是他將這個東西講得很深入 講得很有他的psychology的背景 有很多他的見解 甚至是一些很特定的例子 他其實很流行拿一些耳熟能場的例子 去背景 去背景 Architype 是啊 例如他會說 他其實是很多次在他的演講 你會發覺他是拿Disney的一次來的電影 這個簡單的神話結構 就是他有時候 他有時候會拿Lion King來講 就是這些 就是Lion King裡面 就是他裡面那個社會制度 有時候可能會講一下 就是主角和奸角他們怎樣擁有 他的symbolism 就是可能有這些 就是他令到你 想起這些東西 令到你個人 用一些明白 engaged engaged了他說的話 是 因為他講的話 如果是一個 就是其他professor說 可能沒有他 可能那些人聽到一半份就好 但是他講得很engaging 很生動 對 很生動 這個也是他很擅長去做的一件事 就是他很有魅力的 他很有charismatic 亦都是想過的 是啊 就是他怎樣 他講的東西的內容 還有他講的內容的方法 就是你看得出他是鋪排得很好的 是 那我們說一本書 其實我也看 我自己沒有看一本書 但是他講的那些東西 就是我看過很多人的書評 就是他很多人都覺得這本書 表面上好像很工具書 是 但是其實他裡面那些東西 對於人生很有幫助 其中一個就是 例如 第八個 rule 第八個 rule 是 tell the truth or at least don't lie 是 這個很明顯 不要說謊 人都知道媽媽很小就教你 但是我們仍然會在說謊 那麼他就變成說道 為什麼說謊 是有些很嚴重的consequence 就是他看完之後 他會令到你覺得 哇 是呀 原來說謊 就是不說好過說 嗯 寧願你講真話 也好過 就是你講真話 有些少許的consequence 也好過可能你講謊 最背後 他那個 扣果可能嚴重更多 嗯 然後他真的很深入去說 為什麼這個東西真的會發生 怎麼鋪陳出來 而那個東西是很容易 去convince到人去接受這一點的 嗯 其實你講真 你這些很簡單的道理 但是反而就是 那些人是不會聽得入耳的 是 反而他講的話 那些人就聽得入耳 我想知道他是一個 他講話是一個多有能力的一個人 是 那麼 也都 就是他 他發了一個Twitter 那他在這個Twitter 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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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喔 Cat Voice OK Cat就是那個PitPi the Frog 那 那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就是 總之是膠神 那樣的 對 類似膠神 就是以前高登的那個膠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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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人就跟隨這個膠神 叫PitPi the Frog 的 就是高登仔 一個次文化就叫Cat OK 他就說 Cat Voice Seek Your 4chan 4chan 是鬼我高登 是 OK Don't Stay In The Underworld 就是 喂 你不要再 看我做獨男 OK Author Your Future Code PP Free For You For One Week 就是其實叫他什麼呢 然後share一條link 那樣 就是叫他 叫他去 Take Jordan Peterson 那些Code OK 就是有Discount Code 那樣 是啊 那 Jordan Peterson 就很喜歡用這些 所謂叫 Alt-Right 的 但其實他的原意 當然很多人這樣就說 哇 你和一些 極幼的人士 朋友 好像高登那樣說那些5P 你知道什麼5P嗎 什麼5P 這個我也是近期才知道 OK 5P是因為以前有個論壇 叫做三男兩女 OK 你不知道什麼鬼 類似這樣 之後呢 那些高登仔就笑他這個論壇 是5P的 但因為那個論壇有很多高登仔 不是高登仔 很多MK仔 跟MK妹上去 經常投放一些MK仔 MK妹上去 OK 那些高登 現在逢親見到高登仔 不是 我記得他 有些MK仔 就會提供他們做5P OK 就是很多這樣的詞 是高登獨有的 是啊 那他就用這些詞 即是 Analigous 到現在Jordan Peterson 是用這些字 去 Engage 那些 那些老高登仔 就是被一些人攻擊 他跟極幼的人 有關係的 那樣 但其實你看Jordan Peterson 其實是叫他們 不要做宅男 是啊 很正面 是啊 很聽他的 快點出來真實世界 去面對你的困難 那些人說 如果Jordan Peterson 他叫你執訪 你都會去執 是啊 那些人說 他叫你執訪 你也不會執訪 即是他就是有個很有 即是他很有力 可以去convince 其實他convince 這個東西 其實都是可以 都可以去再 去分析一下 即是很多人都有分析過 他怎樣說話 是這麼engaged 這麼令到的人 聽他講 即是剛才我講到 Cathy Neumann 她跟那個interview 其實他不是想 convince Cathy Neumann 因為他知道Cathy Neumann 是不可能被他convince 是 他想convince 那些觀眾 所以他就 用一個很chill的方法 一個很冷靜的態度 去回應他這些問題 令到其他人 覺得他說的話 是make sense 令到其他人 真的接受他所說的話 是 還有另一個他很 他很做得到的一個 一個 即是他很effective 去convince的方法 就是他其實是真的 會 他會聽你說的什麼 然後他會 acknowledge你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想法 即是可能你說的 他不認同 他就會說 嗯 即是 你也對的 不是 他也不是說你 他也說 我看得到為什麼你會這樣 是 然後他會解釋給你聽 讓你知道為什麼你會這樣想 然後再用他那個方法 為什麼他又覺得他這樣想 嗯 而你 當你 即是 當你 即是 你聽著他說的話 他就會覺得 這個人 他講的話 都可以值得一聽 即是 當他都 agree 即是 或者他 acknowledge你所相信的東西 即是 其實他 你就會覺得 其實他也是一個 因為個人都覺得自己是一個聰明人 是的 那既然他都明白你所想的東西 那就是他也是一個聰明人 那你就會開始想聽他說 然後就開始被他 convinced 到 那麼他就是用這個方法去 convinced 其實是一個很effective的方法 其實大家 如果有 即是有些事情是想去 或者想去 可能是政治辯論 想去 convince自己的疑惑姑姐 其實 一個很好的方法就是 先聆聽 即是你聽一下他 甚至你要問一下他 為什麼你要這樣想 為什麼你這個想法來自哪裡 然後去 acknowledge他 為什麼有這個想法 先去 acknowledge他 有這個想法 先 acknowledge他 哦 即是 看得到你是有這樣的想法 即是我都明白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 即是原來之後才會鋪陳自己的一些理論出來 是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confident 即是令到別人改變 他們原有的想法 是一個很強的一個方法 是 這樣 是 那 即是 所以 所以大家就 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就是聽別人講話 所以大家如果有些時間 有空沒有試 你可以在YouTube搜尋一下John Peterson的影片 是 甚至是其他人分析他講話的影片 其實是很利用的 是 好的 那這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